云林县府透过文化部经费的补助 在今年执行虎伟建国一村内 调查了六栋建物的修复及再利用研究 并依调查的内容 更新碉堡防空洞内的数位测展以及VR体验 规划眷恋春天虎伟眷村再造历史场域数位测展 并在日前举办了开幕式 走路防空洞内体验MR沉浸式剧场 来了解虎伟建国眷村 重置这时代战后空军眷村 以及近年文字保存运动等各时期 另外还有VR游戏 提供游客完整的历史与游戏体验 哇 里面太棒了 好像来了另外一个空间 然后很现代化 没有没有 第一次很惊讶很惊讶 可以把它弄成这个样子 很现代 我第一次来啦 我第一次进到防空洞 然后我觉得蛮明亮蛮舒服的 算是不错 我自己本身也是眷村的 其他地方的眷村 然后来到这边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真的很棒 云县政府透过文化部 再造历史2.0经费补助 在今年执行 虎伟建国一村内 六栋建物修复 及再利用调查研究 并且依照调查内容 更新大型碉堡式防空洞内的 数位测展与VR体验 规划眷念春天 虎伟建国一村 再造历史场域数位测展 做建国一村以柄更新 21-7还有大蒙南园 这六个六栋的文史调查 包含了我们后面这个防空洞 它里面的软体更新 这个计划里面所有调查出来的文史资料 在这六栋的周边 我们会做展示牌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 虎伟建国一村体验我们不同的VR的数位的 还有沉浸式的剧场 然后让我们了解以前 我们的历史 在战争的时候的可怕 然后现在我们幸福的珍贵 虎伟建国眷村是云线重要的历史聚落建筑群 建政二战前后虎伟重要的历史发展 同时主办单位在12月10号 办理虎伟眷村饮食文化节 民众除了体验数位厕宅与参观展示以外 也可报名体验卷菜DIY以及逛卷味市集 感受眷村特有的生活气氛 透过我们MR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剧场 那再加上我们这个AR本身的一个体验室 那让大家在这当中有一些互动 有一些体验 12月10号下午一点半 我们有卷村菜的DIY 还有卷村市集 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 看看我们的硬体逐步在建构 也看看我们的这个软体 这个碉堡式的大型的防空洞 虎伟建国一村大型碉堡式防空洞体验 凭日采用预约制 加热开放制5点 期望未来虎伟串联高铁特区 虎伟建国眷村与虎伟市区 三点独特文化产业 成为云林的新门户 接电话此评线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